开局说不出什么烧话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今天来讲蜘蛛娘系列第九期 有人经常问我生肉出到第几话了 上星期找到这本漫画的时候 连载到了46话 然后昨天47话也更新了 或许是之前换了个画师修看了一段时间 这真的不是什么年看漫画 所以各位大可放心 还有就是 昨天在群里玩的特别嗨的那群人 记得出来给我三连啊 不然到时候全部插出去 今天囊主的早餐依然是吐司加咖啡 蜘蛛娘一如既往的年车囊主 和一晚不同的是 家里多出了个不术之客 目前他们在讨论 为什么男主连续两个星期早上 都在吃吐司面包加咖啡 就连午餐和晚餐也兴奋不脏 大白询问男主 莫非你是个素食主义者啊 其实吐司抹上黄油会特别好吃哦 要不要试试 男主单场拒绝 我并不是什么素食主义者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只是当纯的没有食欲罢了 与其说是没有食欲 不如说是已经感觉到了 自己的味觉才慢慢消失 至于为啥大白会待在这个家里 事情还得从两个星期前开始说起 那天他们达成公司 这样男主得到大白的信任 大白就会告诉男主 关于蜘蛛娘的一切 在那之前 大白提出了个要求 就是让他住在这里观察男主 当然男主也并没有直接答应 毕竟在大白出现之前 遇到了那个推着轮椅的女人 那个女人警告过他 大白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而大白也告诉男主 那个女人是想要杀害蜘蛛娘的存在 虽然完全不知道该信哪一边 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 蜘蛛娘会一直陪在男主身边 再者就是 大白是唯一一个出现后蜘蛛娘没有消失的人 为了更了解蜘蛛娘 男主便下定决心 同意让这个男人留下来观察他们 之后两个星期过去了 男主对大白能够了解到的是只有 他之前是个大学生 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 可两周过去了 也没见他有工作的样子 并且他每天都会不断的购买新的书籍 甚至悠哉的养起了花 男主询问他 今天是不是又买新书了 自己的房间都变成了他的书架了 大白回道 真是抱歉啊 我是那种要是一天不读书的话 就会浑身难受的类型 大白的阅读涉猎很广 从百草原到三尾书 当然是不可能的 书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轻巧说 文学作品 哲学书籍 甚至连菜谱都有 男主被一本标题为 女吸血鬼卡米拉的小说吸引 此时一双助手从背后揉住了他 但男主以为蜘蛛娘又要推倒他的时候 但随着书掉落的声音 疼痛感创遍了他的全身 这次的蜘蛛娘并没有吸男主的血 只是咬了他一口后紧紧抱住 会想起蜘蛛娘一直以来的行为 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 大白突然开口说道 小黎你脸色不太好哦 有什么烦心事吗 男主回答 这家伙的真面目该不会是吸血鬼吧 大白不仅小除了声 虽然这孩子的行动 要说是吸血鬼也说得通 但虚虚鬼再怎么说 也不过是幻想中的生物 和那孩子完全不同哦 男主访问道 你是想说它是现实中的生物吗 别开玩笑了 大白正经的回答 我没有在开玩笑哦 它确实是这个世界上的生物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 这孩子究竟在哪里当生 又是从哪里进入我们的视野 蜘蛛娘外表看起来 虽然像是个弱女子 但真面目应该说是 难以想象的巨大蜘蛛 披着少女模样的怪物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大白骑身和尚书 走向阳台打开窗户 长得帅的人连风都配合他 大白回头说道 准确的来说 那孩子是出生在地球的 地球外的生命体 那么接下来要从哪里开始说好呢 首先能麻烦你帮我倒杯咖啡吗 接下来要说的是 要从几年前开始说起 某一天一个教授在森林里 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蜘蛛 或者应该说是类似蜘蛛的生物 教授见到它 瞬间欣喜若狂 因此靠某种手段把它捕捉 回到宅之后 那位教授立刻研究起了那个生物 本来他只是想证明 这个生物是新品种的蜘蛛 但随着研究的蜘蛛 教授慢慢发现 虽然那个生物看起来确实是蜘蛛 但真实面目确实 至今未知前所未见的生物 教授对自己 似乎发现了未知生物 而感到兴奋不已 为了加快研究进度 教授决定回到发现那个生物的地方 寻到其他个体 当最终无果而归 无计于是 他只好继续对最初的那个生物进行观察 但那之后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教授的妻子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不知从哪天开始 他的妻子变得非常喜欢待在他身边 默默的注视着他的研究 明明之前 他对教授的研究完全没有兴趣 发生这样的变化 是在教授将生物带回研究所之前哦 男主回到 没准只是教授他发现了新生物 他的妻子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之类的吧 大白摇晃着杯子回到 这样想也没错 但他的妻子只是默默的在一旁注视着他 甚至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样持续了几天后 教授才察觉到 好像哪里不对劲 自己与妻子最后一次对话 究竟是在多久以前了呢 一整天都待在身边的沉默女人 简直和他 就在这时 没错 简直就和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最后的以后再讲吧 我这边还有些事要吧 就先告辞了 毕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这本漫画很多人说 从这里开始作者就翻飞自我了 小说我是没去看的 就目前漫画来看 反而我觉得从这一话开始 作者是认真的在讲故事 该交代的也要好好在交代 他把口中提到的教授 和那天去女主家里的那个教授 明显是同一个人 伏笔也都在尽数回收 唯一有点离谱的地方就是 那个妇女人将没死 但在我心中 他仍然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漫画 所以我这里说的是漫画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的话 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UP主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